最佳影片一部很棒的电影 而李恩是个有才气的导演 电影发出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必须现在就说出来很勇敢 And the Oscar goes to Crash Oscar最佳影片得主是冲击效应 Crash 正好那个字有是 Crash Crash 所以也不必照了 所以高兴三分钟这样 冲击效应征服了断背山 让许多观察家跌破眼镜 颁奖的结果不是太出意料 因为Oscar平常都不是一面倒的 都是要各个人都照顾到的 可是艺术的事情 你没有法则像科学的东西那样子 你是真的高啊 我是真的低 都是一个比较的 所以要照顾起来 他们就把这个奖给分散了 公道自在人心 那有的人这样觉得公道 有的人那样觉得公道 有人投那个 过两个礼拜没有人记得这些事情 断背山提名八项 使得三项 李恩自己说 他的成就是中国电影 一百年历史的累积 一定要证实自己的文化 这是你的长处 虽然我导英文片 那我的眼光 我的思路还是很中国的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 你的根本跟你的 你adapt的东西 加起来就好像你的左脑 跟右脑并用一样 有的时候是一个特色 作为中文电影的一份子 感到非常的骄傲 给我的妈妈和家庭 和大家在台湾 香港和中国 谢谢大家的关心 谢谢大家的关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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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让我们去认识一些Cruise吧 西子清这是我第六还是第七年来参加了 我们每年都打败成猫王来花车上狂欢 今天我是个金发美女 Cruise是花车游行团体的别称 也是狂欢节的命脉 每一个Cruise都有自己不同的游行主题 有的是神话故事 还有的则以讽刺时事为主题 我们是小精灵 我们搭车的花车 将要取笑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飞马 我们花车今年的主题来自阿拉伯神话故事 一千零一夜 因为今年新二两大停电 所以我们把花车命名为 一千零一个没有电的夜晚 一列花车游行队伍中 往往是队伍的统领 微风凌凌的坐在最前面 之后才是国王皇后或是王子公主 一个有十八辆花车组成的游行队伍 加上乐队舞蹈团 参与人数可以超过三千人 但是不要以为随便谁都可以加入Cruise 许多有一百多年历史的Cruise 必须靠着血缘的关系才能加入 并且形式低调 处处透过神秘 当然近年来一些新成立的团体 就没有那么多清贵戒律了 今年很多来参加游行的Cruise成员 都是飓风的受害者 但是他们的脸上还是在一笑容 飓风把我的家给毁了 我们得把房子拆掉全部重建 昨天晚上店刚通上 虽然店主书停了六个月 不过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是幸运的 Cruise的游行经费主要来自会员费和义卖 每一个参加游行团体的成员都得自己花钱去买丢给游客的东西 而那些东西大都是些花花莉莉的珠子 这些从四面八方涌上来的人群都喊叫着 先生先生丢给我吧丢给我吧 现在就让我们到花车上体验一下如长水般沸腾的人海吧 今年的珠子不够用了 所以我手里拿的这些都是几年前我的孩子接到的珠子 就当做是资源回收吧 我专门丢给那些站在很远的那些人 他们没有想到会接到 你看到那个站在自行车旁边那个人 事实上每一个来参加嘉年华黄番节的人都会黑猪红房 这些猪子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我们为了拿到猪子不择手段 但拿到号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拿到不同形状颜色大小的猪子 我要带回去给我的孙子们 我也不知道 不过呢 飓风袭来的时候 这些猪子帮助稳住房子 我大概囤积了近20吨的猪子 你相信它吗 观众朋友 我身边的这条河呢 就是著名的密西西比河 它和新奥尔良纯齿相应 现在我们要到河对岸去拜访一家 全世界最大的花车设计工厂 我们这次在Mardi Gras狂欢节上看到的花车呢 有80%是由这家工厂设计并且生产的 老科恩从19岁就开始制造花车 因为他的手艺太好了 从1950年开始 那些最大的游行团体都专门来订作花车 经过科恩家族三代人的努力 《狂欢世界》今天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游行花车工厂 在这里你能想到的名人意识 都有可能成为花车的主题 从迈克尔杰克逊到小甜甜布兰尼 从人见人爱的金桔饼干到长鼻子海盗 这是嘉年华狂欢节最尊贵的王位 让我也尝尝君临城下的威风吧 大公司也会来买这些配件挂在他们的公司里 有些还在eBay上被拍卖 有的可以卖到1500美元以上 今年的狂欢节 我们做了大概400辆游行花车 但是这些花车的造价可不便宜 要制造一辆全新的花车 大概需要5万美金 所以大多数的游行团体 都是把旧的花车 稍微给它改头换面一下 这样花费一下就捡到1万美金左右了 要是你连这些钱都筹不出来 别担心还有别的办法 要是你的钱比不上那些 声势浩大的游行团体 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花车出租 但是这些都是人家不要的二流货 不过在这样的欢乐气氛中 即使你的花车不是一流又如何呢 花车下照样是尖叫的人群 马路两边依旧是游巢的人海 观众朋友 在这次的嘉年华狂欢节上 你一定会发现 有三种颜色无处不在 那就是绿色 紫色和金色 这三种颜色是Mardi Gras的特殊颜色 那么这三种颜色到底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问这位先生呢 这些颜色都是代表什么眼 什么意思 不知道 绿的是代表全 每个颜色都有不同的意义 我想紫色代表勇气 绿色是健康 金色代表财富 不对不对 正确的答案是紫色象征正义 绿色象征信仰 金色象征着权力 看来民间的版本真的是五花八门 不过即使你不知道正确答案 照样可以尽情同欢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想要亲身体验新耳梁 我们来看看它恢复的状况 因为我们知道新耳梁一定会重建起来的 我们发现和我们上次参加的时候相比 今年人数少了很多 但是所有参加的人还是一样的快乐 新耳梁市是一个旅游城市 而狂欢节更是新耳梁市最大的经济收入人员 观光业是新耳梁最重要的工业 卡特里纳之前 我们48万的居民里 就有8万多是靠观光业为生的 在往年 历时两个星期的狂欢节庆祝活动 给新耳梁市带来的收入高达5.5亿 而全城的38000个旅馆几乎全部爆满 但是对当地居民来说 今年的狂欢节更有不同的意义 我们觉得今年的狂欢节格外特殊 它感觉不是给游客 而是给我们自己办的一场派对 我们住在新耳梁 我们家全回了 看到这个热闹场面我很开心 大家都需要放心的机会 今年的狂欢节是有意义的 这是新耳梁居民的百香日 这是自从巨风以来 很多居民第一次看到彼此的亲层好友 除了在这里 哪里你还能够穿着像小经理一样走来走去呢 观众朋友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著名的Peter Street 726号 这个建于1750年的建筑的被称为是 新耳梁爵士音乐之家 新耳梁的音乐呢可以说是举世文明 这里不仅是爵士音乐家的互相 但聚集着各种各样的音乐家们 2005年8月的那场飓风 不仅摧毁了这个城市 也使得新耳梁的很多音乐家背景无乡 游走他乡 这里是华盛顿郊外一个宁静的社区 泰瑞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生活在这里 六个月前 飓风摧毁了泰瑞在新耳梁的家 泰瑞在华盛顿的亲戚 介绍他们搬进了这个三十一厅的公寓 每个月1800米